来 介绍一下自己 喂 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张伟 来自山东河浙 现在在西安生活 你的声音啊 很粗犯 长得呢 很细致 你今年多大了 谢谢老师 我今年快29岁了 29岁 你这身体是什么情况 是从小就这样吗 两岁的时候 就是走路就不会走 我爷奶奶就开始 给我看病 就是很多医生说 这孩子就活不了多长时间 就不让爷奶奶 给我治疗了 但是老人没有放弃给我治疗 也吃了很多药 但是到六岁的时候 就是就不会走路了 你这嗓子也是因为吃药吃的吗 嗓子是没有力气 说不出话 你爸爸妈妈呢 我出生20天 我爸妈就感情不合 就离婚了 我没有见过 我亲生母亲 父亲就是 有自己的家庭嘛 所以基本上是爷爷奶奶管你 从小就爷奶奶 你现在跟我说话有劲吗 就是会很累 那你就亲点声说 是 谢谢老师 爷爷奶奶也很大年纪了 我爷爷在我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奶奶在我不到十九岁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记得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 记忆最深刻的事情 我记得我五岁的时候 有一次奶奶带我去做按摩 扎针的时候我就特别疼就哭了 奶奶妈看着我哭她就流泪了 我用我的小手给她擦泪 就从那以后 医生再给我扎针 我都不哭 就想用微笑面的这个世界 其实奶奶去世的时候 我记得是12月份 那时候不敢承认她离开 她就是天单在床上五六年嘛 但是 最起码我还有一个最亲的亲人 我可能依靠 但是她离开以后 我不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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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人说说是有一个孩子是一个重症病人 间动症 然后发烧已经七天了 就是特别就是生命危险吧 当时听说了其实并没有想着是称我一个儿子 就是想着过去看一眼 看能帮孩子做点啥 当时见到他第一片的时候我说 哇塞 这地球上原来真有外星人啊 因为看到他这样子瘦 而且就是皮包骨头只有四十多斤 现在多少斤呢 现在有七十斤 现在七十斤呢 那时候有四十四斤 当时他说话的时候都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说出话来 当时家里头没有什么 刚好有剩的米饭 我说赶紧一炒 因为下班之后也急 然后家里头有剩的一些干 我就拿去了带个饭盒 他去了之后就是稀里糊里的就吃完了 我说哎呀 我这个孩子就是特别需要疼爱 看着他那样子 而且看他那个眼神就是那种 哎呀 那种 你上来之后他整个人都变了 他那个眼神是永永有神的 虽然他身上没有力气 当时他各就蹲着 但是他就是表现出来的就是好像自己很轻松 有求生欲望 有那种渴望的那种眼神 那个我一摸他的手 就是一摸他的手 他的手冰凉的 我说哎呀 这孩子怎么手都是冰凉的 而且他的下额不停的嘎嘣嘎嘣响 骨节也是嘎嘣嘎响 蹲着走路 还得手这样摁着脚 脚才能蹲着一步步往前走 我说他这么孤单的一个人 这怎么办呀 我得最起码现在我要把他先管一阵吧 最起码 现在没人管他嘛 那会儿你爱人 他介意吗 你把一个陌生的男孩带回家 就是一个神采飞扬的女人 一个充满自信的女人 他的背后一定有 绑架 背后一定有能容忍他 能爱他 默默地支持他 帮助他的人 主要是容忍 就是这一点我特别感谢我的家人 我想我12岁我妈妈就不在了 就是哥哥 嫂子 就是姐姐也是特别地疼我 后来就是19岁当兵到了部队 然后我的战友那种战友的友情吧 也是这样子的 我生病的时候他们会陪着我 然后把好吃的都给我留着 就是这种不断的就是在我心里面灌输的这种温暖 所以就是想着更好的去传递这份温暖 然后你就把他带回家了是吧 嗯 带回家了 就是他身体这样很危险你知道吗 所有的人 万一在你手上恶花了怎么办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 包括我的丈夫 看到张维吧 他是那样的喜乐 他从来不会哭 就是包括 你感觉他跟你有点像 我所指的不是长得像 他身上有跟你一样的那劲儿 其实我和我妈就是有时候 特别是性格 我娘俩就是 你们讲性格很像 很像 你知道你妈妈刚才有一句话 把我怼得无言以对 就当时我说 万一你不怕在你手上 他有这样的危险和恶化 他马上就来一句 不是 如果不是大家都这么想的话 他能流浪到今天 我感觉那话就在说我 你这种人太多了 要不然他能流浪到今天吗 他不是为了怼我而怼我 但我感受到 就这种话一说过 我们自己很自残行贿 你知道 我看到孩子有一个画面 当时就给我展现一个画面 一个受伤的小鸟 飞到了我家的门口 然后他浑身的窗 然后他还想着往前飞 他没有想停下来的意思 他还想往前飞 那他就好了 他但你把这个沉默子 也想着急án 他那时候 儿子 一桶 电话 想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心里就很开心了 今天是你的心愿吗 是我的心愿 来 你把它说出来 我的心愿就是想给我妈妈做一个全身的健康检查 好 来 请回 孩子的心愿我很感动 但是我希望能够用到孩子的身上 放心 妈妈一定会健健康康的 因为还要帮你完成很多的梦想呢 我只希望就是让我妈健健康康的 就是一直陪着我 我也会战胜病 我好好活下去 就是会想让我妈做个健康检查 放心吧 这还真是在这个舞台上 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土雷老师 我说个心里话 这两年多 我妈妈每个月工资是两件多块钱 所有的精力和费用都花在我身上 有时候我会陪着我妈去卖点矿泉水 去自己挣一点生活费吧 就想给妈妈减轻一点压力 那我们梅尔牧医院呢 我们有这个体检科 如果你要愿意去的话 很方便再到我那儿去查一下 如果你回西安的话呢 也没问题 那我们也愿意呢 帮助你一千块钱呢 让你完成这个梦想好不好 谢谢 看到这样的故事 我都觉得自己很渺小 所以谢谢孟妈妈 也谢谢张维 让我看见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天使存在 我相信这就是爱的接力 非常非常的这个 尊敬佩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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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Mu-Kan-Ka-Fay 也愿意帮助张维实现这个心愿 提供一千元的这样的一个助力 让妈妈和妈妈 身后的那位 也有大爱的人 一起去完成这个健康的检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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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